好久沒做百字故事了 所以今天來做一篇 我們順便會講一下 barely, merely, rarely 這三個字的不同 三個副詞 這個是高中會考的東西 也有可能會在托福亞是看得到 不過到了托福的程度 你就真的應該要會這三個字的分別就是 如果你是多一的話可能還難一點點 百字故事這個網站給新一年的同學知道 這網站就叫做 100wordstory.org 那很棒 因為它就會列很多這個 100個字內的故事 多半寫的都很好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介紹一下 那這一篇叫做 The Years, The Years 有點在歌頌這一種 老人家回味年輕歲月的那種感覺 來吧我們就先念一次 When the aids on the night shift drift off to sleep Residents jump out of bed Tiptoe down hallways to the recreation room FIRSTONE IN hits the lights One's long-limbed beauties Now creep paper-skinned They shimmy They shake They shimmer Greta 3B Grabs Charles 3K The two mumble Tito Puente in their heads 不太会念着名字 Edmond barely misses poor Edna's toes Shirley slides into a split Oh, the days Depp dance like ginger When Tim crooned just like Frank The days, the days, the years, the years They dance, then sleep like babies Some of them never wake up 句點,結束 好,重頭講一次 當這些Aids on the night shifts Drift off to sleep Aids, A-I-D, E-S 他這邊在說的就是 應該就是 我們可以從這個故事裡面 可以推斷出 他們都住在老人院 老人院裡面有那些幫手 所以他們就叫做Aids 而且他們是晚班的 所以這個Night Shift 這兩個是走在一起 動詞就是Drift Drift off 所以當晚班人員打瞌睡 打瞌睡老人家就不受他們管固了 對不對 他們就可以跑出來玩 所以當這些幫手們睡著的時候 老人家就跑出來玩 Yes, so when the Aids on the night shift Drift off to sleep Resident,所以他們就被稱為居民 對,所以老人院裡的居民 Jump out of bed 所以他們就跳出了 從床上跳出來 從床上跳起來 我還是會習慣跳出床 為什麼,因為你知道 We sleep in bed 這是我們國中的英文 常會卡住的地方 所以我們中文講在床上睡覺 所以你會講床上不是應該on嗎 可是你想一想 你在床上睡覺的時候 你是蓋被子 你等於算是睡在被窩裡 這個概念應該可以解鎖吧 所以我們是sleep in bed 而不是sleep on bed OK,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in才是我們習慣的一個用法 所以因此你從床上跳起來 或者從被窩裡跳出來 所以他們用的是jump out of bed 所以這是一個正確的用法 OK, so residents jump out of bed tiptoe down hallways to the recreation room 所以這個tiptoe是什麼 就是小小小小聲的 捏手捏腳的在走路 叫做tiptoe 所以你走在你的腳尖上 你以前看那個很久以前的卡通影片 他們就 踮著腳尖在走路 為了怕發出聲音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tiptoe就這樣的意思 toe不就腳趾嘛 那加個tip就是前面 尖端的意思這樣 所以他們就tiptoe 慢慢捏手捏腳的 down the hallway 走下走廊 一直走到那個娛樂室 recreation room 所以ok, recreation 這個應該可以娛樂 那第一個進去的人 就把燈打開了 so first one in so the first one into the room hits the light 所以hits就把這個燈打開 用hit當成是一個打開的概念 所以不一定用turn on這樣子 hits the lights 那light是複屬了 對不起 那曾經一度他們是 這些老人家們 是這個手長腳長的美人們 那但是現在他們卻老了嘛對不對 那老了之後呢 他們就變成了這個creep paper skinned so one's long-limbed beauties so long-limbed 這limbed的意思就是四肢 叫limbed 那現在now creep paper skinned 所以這裡有個字叫creep paper 什麼意思啊 它的意思其實是這個 在我們在那個裝飾的那個概念裡面 就是你能夠買到那種裝飾 party 布置的 有一種紙叫皺紙 ok 因為它就皺皺的 ok 裝飾用的 所以你去google一下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好 所以它是皺皺的那一種紙 然後通常是那種像是 就有點像那個彩帶條一樣的 所以這個叫creep paper 而且creep這個字也可以用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吃的那種法式的那種薄餅 然後上面放一些新鮮水果什麼貴的 擠一點鮮奶油捲起來 以前 以前還蠻愛吃 在多很多的時候 有些店是買得到的 所以那種甜的薄餅也可以是鹹的 不一定是甜的 ok 所以creep 如果我沒記錯它的發音的確是creep 因為它也不是英文字就是了 好 所以他們曾經一度是手長腳長的美人們 現在是creep paper skin 所以它就用這種方式來去描述皮膚 所以它不用什麼wrinkle 然後皮膚上一大堆皺紋 然後它沒有用到wrinkle這個字 所以wrinkle就是皺紋 所以所謂的會寫作就是會比喻 我們常常是這樣子說的 OK wrinkle都評錯了 wrinkle excuse me 好 所以它沒有用wrinkle皺紋 它用你的皮膚像是皺紙般的 creep paper skin的 我們也講過就是複合形容詞 它的四肢第二個字加ED 皮膚放在後面加ED 所以這都是被動的概念 好 所以現在總之皮膚像皺紙一樣 那它們呢 they shimmy they shake they shimmer 所以這都是寫作的一些風格 它故意沒有照那種排比的規則 所以要是排比規則的話 shimmy they shake 這個end 才是最正確的文法 可是不是這樣子講的 就寫藝術的創作 文學的創作 沒有什麼在stick to 很嚴格的文法規則 分別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shimmy其實是一種跳舞的動作 我還真的找了一下下 它所謂的擺動就是肩膀的那種擺動 就類似那種 然後身體往前往後 然後甩肩膀有沒有 前後動肩膀 這個我還沒想在螢幕上學得起來 那shake反正就搖晃搖擺之類的 那這個字或許ok一點點 那shimmy則是什麼 shimmy也是一種跳舞的舞步 我就學不起來了 因為那個需要全身的動 所以有興趣的自己去youtube找 shimmy是怎麼樣的舞步這樣子 所以總之這裡就要描述他們怎麼跳啦 這樣子 好可以 那下一句Greta from 3B grabs Charles from 3K Greta是個女生的名字 Charles是個男生的名字 查爾斯 那他們來自分別來自3B跟3K 你猜得出來是什麼啦 他們就是各個不同的房間嘛對不對 所以3B的Greta抓了3K的Charles 就在跳舞了這樣子 可以 那the two mumble 所以這個mumble就是跳那種漫波舞 他們就跳起漫波 然後腦袋想著就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知名的歌手 他好像叫Tito 後面這個信我真的不會唸Piuente還是什麼的 這都無所謂 所以the two mumble Tito Piuente in their heads 想著這個歌手 像如果今天我老的跳舞 我可能腦袋想的也會是張學友這樣子 ok 每天愛你多一些 所以我跟誰跳著舞 張學友in my head 這樣子 那下一個這個 又講另外兩個人 Edmond 這些都是蠻老人的名字 我必須說Greta Charles Edmond 以及Edna 這幾個都是老人家的名字 Shirley也還算是這樣 好anyway 所以Edmond barely misses poor Edna's toes 所以 跳舞有時候會踩到腳趾頭 那他是差點踩到 所以用了barely misses 可憐的Edna的腳趾頭 poor Edna's toes 那我們就這裡講一下好了 所以barely 跟merely跟really的分別 barely有時候我們簡單的理解就是almost not 幾乎沒有 ok 所以他幾乎沒有錯過他的腳趾頭 幾乎沒有錯過 難道這樣是踩到嗎 好anyway 大概不太糾結 這個怎麼去精準的翻成中文 反正他總之沒踩到這樣子 好 然後這個merely則是什麼意思 merely其實相對來說 簡單一點他就跟only的意思差不多 只有這樣子 那rely大概是三個裡面同學最熟悉的 他的意思就是頻率不高 ok頻率不高 不長的意思 ok 所以頻率不高這樣子 好 那我其實可以把他用一個英文句子照一下下 就三個都把他放在裡面 那他個別是不同意思 可是這三個句子都會是對的 例如說假設我去健身房健身好了 so i go to the gym 我去健身房 如果我說i barely go to the gym 這個合理嗎 可以啊 i almost don't go to the gym 我幾乎不去健身房 偶爾去一次 或許可以這樣子理解 ok 那如果我真的一定要講的是偶爾去 用頻率來說的話 i rarely go to the gym 其實也是沒問題的 ok 好意思小小不同 那merely行不行 可以啊 i merely go to the gym 你問我你怎麼work out oh i merely go to the gym 所以你不會在你學校附近的操場 慢跑一下 啊不會 我喜歡跑步機 so i merely go to the gym i don't do anything else 所以這三個都合理 ok 但有些地方就是不是和 三個都行的 所以例如說我照個句子好了 我是一個比較孤僻的人 那我說我沒什麼朋友 所以我後面記得是 have any friend 我是一樣barely 還是merely 還是raily呢 最先淘汰的大概是raily 因為有朋友跟沒朋友 是沒有頻率這回事的 所以你不會說 I rarely have any friend that sounds weird 那merely還是barely呢 那這邊就要用文法去思考了 so i barely have any friend 就是我幾乎沒有朋友 I merely have any friend 變成是我只有任何朋友 這翻起來是不是很奇怪 right excuse me 所以在這三個的選項裡 只有barely會work I barely have any friend ok 好 那換一個句子 假設我朋友不多 我真心算了一算 我這輩子就只有五六個好朋友而已 ok 所以have six friends 好了 那我只有六個朋友 那你要用barely行不行 我幾乎沒有六個朋友 這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你不會說 I barely have six friends no 可是你會說 I merely have six friends 這個ok 就是我只有六個朋友而已 所以again我們把merely理解為only 就可以了其實 ok 所以在這句的內容裡 用merely才是對的 所以你看這兩個句子都在講朋友的概念 擁有朋友的概念 可是只有一個是 這三個裡面只有一個才會對 另外兩個是不成立的 所以這就是考試會考的方式 大概是 所以你還是要用字的definition去理解他 barely叫做almost not merely叫做only 那really就是頻率不高 好 這個講解 ok了 我們再看下去 所以剛那句說的是 Admin barely misses poor Edna's toes Shirley slides into a split 所以講另外一個女生 她在跳舞嘛 那她就 她一個滑動 結果一滑進來 滑成了一個劈腿 slides into a split 所以這裡的split就是劈腿 這樣can you do a split 你會不會劈腿 這樣子 那split也有分開的意思 你知道劈腿就是兩個腳分開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如果說 我上個禮拜跟我男朋友分手了 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你也可以說 we split up last week 是ok的 所以split也可以當分手用 好 他感嘆了一個 the day's Depp dance like ginger excuse me 所以他感嘆什麼呢 就以前那些日子 Deb Deb大概就是Debra Debbie 她跳舞跳得像ginger一樣 其實我找了一下ginger 就是以前是不是有個歌手叫ginger 或者是舞者叫ginger 找不太到 說實在的 很遺憾 如果這樣要講的話 ginger是不是那個當年 那個叫什麼什麼東西啊 當年那個辣妹合唱團裡面是不是有一個叫ginger 我也忘了 我對他們也不熟啦 好這個算了 總之ginger是一個人 因為他這裡是大寫的 所以這裡絕對不會是我們吃的那個薑 雖然同一個字 然後當時 然後以前呢 還有Tim crooned just like Frank 所以Tim這個人啊 以前 反正就是 緬懷過去啦 他以前能夠 那個泳唱歌曲 像是法蘭克一樣 這個Frank 我就會猜是誰 猜是誰呢 我猜是法蘭克希納區 Frank Sinatra 所以以前Tim呢 能夠唱歌像的跟Frank一樣 那如果今天我老了就會 喔那個誰 以前唱歌唱的跟張學友一樣 Same thing OK 那crooned這個字就是唱歌這樣子 OK 好 the days the days the years the years 所以這用四個名詞 來一個句點 你就能夠感受到他的那種 涌嘆的感覺 所以這不是個句子 不過again 有什麼關係呢 你能夠感受到他自理的 那種透出來的意思就很棒了 so the days the days the years the years 所以歲歲年年啊 they dance 他們跳舞 然後他們睡得像baby一樣 then sleep like babies 最後一句爆點來了 其中他們有些人 就醒不過來了 因為反正老了嘛 那時間到了 也就走了 some of them never wake up 好 所以 有點感叹的故事 OK 人老了 可能就這樣 那你的唯一的一個 不錯的娛樂 就是能夠在 這些醫護人員睡著的時候 半夜 偷偷跑到你的 Party Room去 跳個舞 也就很棒了 OK 來吧 我們再唸一次 When the aids on the night shift drift off to sleep Residents jump out of bed Tiptoe down hallways to the recreation room First one in hits the lights Once long-limbed beauties Now creep paper-skinned They shimmy They shake They shimmy Greta from 3B Greta from 3B Grabs Charles From 3K The two mumble Tito Puente In their heads 我還是 我真的應該找找 到底她的心 是不是這樣念 念錯好幾次 也不一定 Edmond barely misses This is poor Edna's toes Shirley slides into a split Oh the days Dep dance like ginger When Tim crooned just like Frank The days The days The years The years They dance Then sleep Sleep like babies Some of them Never wake up 好 結束 Alright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